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林飞 Hello,各位大家好,我是林飞 最近呢,我们两个也是在这个自媒体 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平台上浏览这个视频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像我和热鸭这样的这个跨国婚姻的这些家庭 因为种种的矛盾没有能够走到一起 最后导致了这个分开 我们看了其实也是很,怎么说呢,很感慨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特意的做了这期视频 来向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跨国婚姻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其实呢,它中间呢,会存在着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一些这个问题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解了这个话题 其实呢,像我们两个这种这个跨国婚姻呢 其实,所要经历的这种第一道这个特别难迈过去的坎 就是这个语言管 就是这个Ezik,这个语言这管 这点是很多这个跨国婚夫妻都不可避免的 即使像我们这种,我是懂俄语的 我们平时在家也是用这个俄语来沟通 热鸭呢,它也是考虑到我 它也在慢慢的来接触这个汉语 也在不断的在学习这个汉语 包括我在家里啊,会下意识的和他这个来说一下汉语 来帮助他提高他的汉语听力 来帮助他学习汉语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语言呢,也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障碍 即使我们两个,我的这个俄语水平上 我们两个是完全可以这个正常的用这个俄语来沟通的 但是呢,两种语言之间 你要考虑到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 即使你俄语很好 两种语言之间它的这个单词它不是对应的 就不是像我们传统上的这个语言来说 你学一个单词,另外一个单词就是对应着 俄语单词和汉语单词 有两个单词是完全可以直接这么翻译的 很多单词是没有办法来翻译的 这要结合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文化 来这个不断的在学习才能理解双方的意思 就比如说像我们之间所遇到的一个 最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人喜欢说一个词 上火这个词 上火这个词,对对对 它是这个翻译成俄语 是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够把这个词翻译过来的 这个东西是和这个中国的这个生活有关 比如说你吃东西容易上火 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些烦心的事容易上火 比如说你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人都和这个上火有关 就比如说天气热了会上火 这个他们就理解不了 这个是需要他不断的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 才能渐渐的来理解这个词 所以说即使我会热量他们国家的语言 我们两个能通过俄语无障碍的沟通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文化差异 很多单词是没有办法来翻译的 所以说会沟通添加很多的这个障碍 更火炕呢 如果你要是两个人都不会对方的语言 要通过第三方国家的语言 要通过英语来沟通 这个可想而知 这个难度就是非常的大 说完这个语言这关呢 其实呢有一点比语言这关还要重要的 就是跨国夫妻更难解决的一个 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文化这关 理解拉度了 这个文化呢 它是根深蒂固的 是不是你通过这个几年之间的这个改变 就能够这个 把它这个完全改变的 就比如说 拿最简单的来说 就是这个饮食文化 饮食文化这一点 很多人说 我在自媒体平台上看到很多老外 我非常喜欢吃中餐 其实呢那些老外 他是为了这个迎合这个中国人 所特意说出来的这些话 即使很多老外 他是说真的 我真的很喜欢吃中餐 他也不可能这个每天都在吃中餐 你比如说 就拿你们举例 比如说你们喜欢吃这个肯德基 让你一个月30天 每天都吃肯德基 你肯定受不了 更何况 比如说热鸭 这种土生土长的 是一个乌克兰人 他每天吃西餐长大的 喜欢吃中餐吗 给大家也不溜达 热鸭是喜欢吃中餐的 他对中餐 是不是特别的抗拒的 他是喜欢吃中餐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让一个老外 每天吃披萨 吃牛排的这种老外 你让他每个月30天都吃中餐 那对于他来说 就是一种折磨 反过来说 我你让我每天吃这个西餐 这也是对我的一种折磨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考验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文化的这个相互理解了 要不断地在这个谦让当中来进行这个夫妻生活 比如说我今天来吃这个中餐 明天呢 我会吃几顿西餐 然后呢 包括我们两个 热鸭呢 也在尝试着 学习中餐的做法 我呢 也会尝试着 这个鹅餐的做法 我们会相互来学习彼此的文化 相互来体谅 即使你不喜欢吃 为了你喜欢的另一个人 像我来说 我也会微笑着把一个鹅餐吃完 这个呢 就是这个 饮食文化上的差异 然后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跨国夫妻呢 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两个人会选择在 谁的国家来生活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问题 这个呢 会需要对方 一定会有一个人 要不就是热鸭 要不就是我 来这个牺牲很多 牺牲很多 所谓的这个牺牲呢 就是说 如果热鸭选择和我回中国 他就会面临着 他见父母 很困难 包括他的亲人 他这一年当中 见的次数绝对是 用一个 五个手指都能数过来 可能两年一次 一年一次 这个会牺牲很大 像我们两个呢 我们两个是 已经商量好了 你是怎么想的 你如果 你会跟我回中国吗 因为我喜欢你 所以我可以 就是 任奈说 他是喜欢我的 所以说 他可以为我放弃 他在俄罗斯 或者是乌克兰的一切 所以说 我们两个之间 一定会有一个人牺牲 包括像我 像我们两个 热鸭是一次都没有去过中国 对吧 一次都没有去过中国 对啊 他们一次都没有去过中国 我有时候会在想 热鸭呢 他会需要多大的勇气 才能够放弃他在这个家乡的亲人 放弃他在他自己家乡的所有的一切 奋不顾身的和我回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一个国家 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 这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的 所以说跨国婚姻 如果想走向成功 一定要需要一个人做出很大的牺牲 这点热鸭就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们两个的婚姻呢 才会如此的这个稳固 不像很多这个跨国夫妻一样 会说动摇就动摇 我相信我们两个会一直会这个 很幸福的会生活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懂得为彼此如何的去牺牲 这其中包括一种像舍弃 家乡的一切的这种这个巨大的牺牲 我们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说 这个像我们娶到这个外国媳妇的 不用彩礼 娶一个外国媳妇很便宜 像我们捡到了很大的便宜一样 其实呢你仔细算一下 其实呢你娶一个外国的姑娘 包括你每年往返于两个国家之间的费用 包括你在两个国家之间的消费 其实每年这种费用下来 几年过后呀 它这个钱呢 是比彩礼还要高的 所以说跨国婚姻呢 其实并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它的这个 你们其实只看到了这个狼吃肉 但是你从来没看到狼挨揍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大家不要对这个跨国婚姻这个 特意的去这个追求 这是需要付出很大的这个牺牲的 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的 付出特别大的勇气 特别大的努力才能把这段跨国婚姻来经营的非常的好 好了各位啊 我们今天的话题呢 就先聊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 拜拜 你要说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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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желаю всем иностранным семьям жить счастливо потому что им это особенно трудно дается 最后我想说 我爱我老公 我们不会分开 谢谢 老公 本